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来到这一集的海外纽约Joyce 这一集继续有我们的专家嘉宾在这里 澳博环球房地产行政总裁Joyce李永氏 Joyce 你好 Hello 我们今天会说些什么呢 之前和Joyce说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地区 说过泰国 马来西亚 澳洲 今天也要说什么呢 就是香港人很喜欢的地方 不论以前移民 读书都很喜欢去的 英国 其实有时都看到坊间 如果有些卖英国楼的房地产会 都挺热 挺火爆 我觉得以前 但现在的状况是不是这样 都是这么多人留意英国楼 其实英国楼向来多 香港人喜爱 因为它除了是一个移居城市 教育也是一个最大的因素 而且以英国楼来说 其实不单止我们香港人热爱 其实很多外国人 包括国内人 中东人 印度人 都会相计在那边移民或者读书 其实英国楼已经刺了很多年了 基本上二十年前都已经有人去进驻了 但现在来说 英国其实是冷却了一些 因为脱欧的关系 而且亦都因为脱欧的话 汇率低了很多 现在最低是去到九算 今天来说是10.05 所以其实资业来说是一个机会 而且我们也看到最近来说 很多大手的买卖 包括传动的一些写字楼 甚至乎住宅 都有很多外籍的人士去买入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除了一个楼价偏低之外 最重要是汇率计算之下 其实现在入市是一个时机 这些楼价偏低之下 其实英国的楼 过去十多二十年 都很多的投资者 其实不单止以前的香港的投资者 内地投资者 很多中东的投资者 都会有买英国楼 我之前几个月之前去过英国旅行 你经过英国的一些超市 你就知道 发觉很多中东的人士 还有很多中东的食品 和香料都买 就是由这一方面 其实你看到 尤其那些商场是什么 贵价地区卖贵价的超市 你看到那里真的很多不同的国际 尤其中东在这里 是不是这个原因 反映到 都很受环球投资者欢迎的 英国伦敦的楼 确实是的 因为英国 它无论法制 或者他们当地的文化 和各方面的经济 其实很多全球的人士 都很喜欢去英国投资 因为作为英国是一个 金融的大城市 类似我们香港 香港我们也很多人 都喜欢投资 英国是一样的 变成了 其实他们最中心点 例如伦敦 例如宋一至宋四 其实都很贵 而且现在他们的楼价 你看到之前是升幅了很多 确实是需要回调一下 让大家再入市 更且很多当地的人 以前在这么贵的楼价之下 他们很多时候真的租楼 去到现在价位低位的时候 我见到很多有些本地人 都积极开始入市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在伦敦置业买楼 我想大家都关注的是 英国的脱欧问题 因为你所说 2019年3月 正式会启动脱欧程序 这件事会困扰当地的情况 其实头一两年是会的 因为近期已经逐渐明朗化 更甚至反而 你看回当地地产 他们就是说 因为脱欧 所以更加多人在脱欧之前 去入市或者入籍 所以你会见到整个情况 楼市情况 你会见到活跃了 更甚至很多时候 又是因为脱欧的问题 他们要决定去留 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 继续在伦敦工作 而且亦会当地置业 所以现在反而市况 就因为这样而渐渐上升 市况反而因素渐渐上升 但我又留意到一个情况 就是什么呢 你说英国的 我们的楼价来说 如果分区看 其实你见到 伦敦的楼价 近期的升幅 相对是放慢 教训其他城市 会不会 我都是担心的 就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买英国楼 价格很大 不是我们买东南亚 之前说几十万有 英国一千多万港元 所以真的要好好考虑 清楚决定 会不会有因素 就是说现在脱欧的问题 始终就是有些因素 就是说一些国外的机构 或国际性的大人行 他们可能会撤离了总部 那些人才也会有些流失 那令到伦敦的楼价上 是有点点受压呢 一定会的 因为其实 因为脱欧关系 很多人回到自己的欧洲国家 也都我们看到 有些人才真的 已经开始逐步流失 但是反观 当地自己本土的人 他们就变成有机会 有机会 是的 轮到他们 因为以往 就抢高了的租金 甚至乎 楼价给他们抢高 其实最近我都去过英国那边 看过楼价 其实我见到 跟香港没有几 你如果香港的楼价都接受得到 英国的楼价其实近似的 其实去到譬如我们松温的地方 一般很旺的地方 甚至乎现在我们 即使松温大部分都是一些 固迹楼 全部都是过一百年 或者以上那些 在位置地段 也都很方便 那些其实平均 都是围到一万至一万五元一尺 跟香港接近 亦都这么说 当地的租务回报是极之好的 一般来说 现在有四至六厘回报 因为当地人的工资 亦都封口 所以变上我们的租金支持度 亦都不错 你刚才说到 那些楼是松温 楼价可能一万至一万五元 其实伦敦那些楼 在市中心 是应该怎样分发的呢 分多少区域 哪个区域是最受欢迎 是否一定松温就是最受欢迎 是的 其实不单一松温受欢迎 其实其他的松温 如果他们有效网区 有一个好的环境 其实都很受欢迎 其实如果大家了解 英国人不是每个人都会开车 所以一近地铁站 附近有很多不同的大型商场 食肆 是那个区的楼价会比较稳 反正如果你说较远的地方 尤其是一些要开车的地方 反而相对不太方便 所以其实不单一一定是松温 松温二三 其实我看到有些松温也好 它都站得很稳 价钱是没有跌过的 因为本身本区是很多自己本地的人的居住 好像你这么说 其实伦敦的交通 在市中心或近郊地 都挺方便的 就是你搭一个underground 又或者搭pass 很多地方 班次很密的 而且你都挺方便去到 所以未必一定要在松温 等于我们在香港买楼 你都不会去住中上环 可能选软一点 环境好一点 楼价便宜一点 累套也好一点 这些都会值得考虑的 是的 其实挺近似的 跟我们香港的生活模式 你看到有很多的本地人 如果你认识的话 其实他们真的会搭火车回家 可能搭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他们觉得是一个限时 因为始终距离市中心 远一点 楼价真的便宜很多 如果你在市中心来说 可能你四五百万 甚至乎更加贵的楼价 才能买到一个小的单位 但是同一个价钱 他们可能搭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车 已经可以买到一家居住 所以其实他们在交通背道上 他们都很大需求 是的 因为你住远一点 放空时间 那些货车特快 其实也挺快 你半个小时 可以由利市中心上班 和你家的半个小时 距离都可以去到 是的 你刚才也说到 其实伦敦的楼和香港的楼价 都相差无几 一万万多尺都要 我想知道回报是怎样的 说真的 你在香港买楼的话 现在说一些豪宅的 在我们附近 北国 买到六万多尺 你随起回报 可能 不要说三厘 两厘多一点 伦敦楼的回报是怎样的呢 其实香港的回报 因为楼价贵 所以就偏低了 但是去到英国的话 其实楼价 当然不会去到六万一尺 很夸张 其实一般的新楼 万多一尺已经有了 其实相对于香港来说 是很便宜的 亦都回报 其实刚才所说 四至六厘回报 其实一般来说 都可以租得到 因为他们普遍 他们的时薪 或者他们的入薪点 都好 是较香港高的 更加重要的是 他当地人 其实大部分人 都有一些很喜欢租楼的 跟香港的情况 有点分别 我们都会想买一个砖头 可以投资 或者保值 但是外国人的心态 他们未必那么需要 尤其是很市中心的地方 如果他们知道 纯属是上班 只是用来睡觉 他们真的会租一间屋 在远距离 比如可能搭一小时车程 回回自己的老家 他们星期六日会回去 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即是来说 其实你说说 在海人买楼 英国买楼 虽然楼价 都跟香港的表现 有点不相伯众 不过其实租楼的回报 可能会比香港好一点 不过又这么说 始终伦敦楼的楼价都太贵了 不要说是可有投资者 就算是本地的当地人 我都见到一些朋友 开始向外发展 北上 即不是我们的香港 北上内地 而是他们买楼 都是在伦敦的位置 北上 比如那些百明汉 曼斯斯特 这些都是现在的投资 或者买楼自主的选择 不如这样 我们这一集就说 英国伦敦说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就说一下 北上 在英国北上买楼的状况 是怎样 不过是Joyce 先提醒各位观众 先提醒各位观众 刚才都是嘉宾的各位意见 并不是投资推介 不过如果你们有些问题 想问Joyce 可以电邀我们 或者WhatsApp 我们都会回答你的问题